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异 人生老去,是不可逆转的,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 当我们退休之后,有了更多的时候去好好生活,要明白一些事情 身体永远是自己的,善待好自己,就是最好的养生 钱财守护好,别轻易借给他人,养老关键还是靠自己 心情是自己给自己的,保持好心态,拥有好心情,人到晚年,才能过得舒心 六十八岁的吴大爷说,退休之后,攒了一辈子的钱,想着给儿子买了婚房 然后跟老伴一起住进去,顺便帮忙带孙子 却没有想到,婚房被儿子和儿媳邀请了丈母娘来住了 吴大爷和老伴又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去了 恍然大悟,这辈子养儿防老,真的不如自己养老 退休后也才明白,人老了最大的不幸,是缺少了这三张底牌 第一张底牌,没钱,是养老最大的苦 人老了,退休之后,如果没有钱,也指望不上子女给你养老 那么晚年的生活就会过得很苦 不是所有的人退休之后都有退休金 如果你退休之后,没什么存款 那你就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给自己挣点钱吧 不要那么辛苦,人到了这个岁数,够生活就好了 钱是很重要的,人老了,万一有个大病小病,自己也有钱去医院治疗 平时在生活中,自己也可以过得滋润一点 人手上有点余钱,就不愁吃,不愁穿,想吃什么就给自己买,不会亏待自己 晚年的生活,最重要的底牌说到底,其实还是钱 有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没钱就要看别人的脸色 这样晚年的生活是比较凄凉的 所以,当你退休之后,守住自己的底牌 有钱给自己养老,才是最实在的 第二张底牌,身体不好,是老年人最痛苦的事情 人老了,都希望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好 什么大富大贵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一家人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 自己能够在退休之后享受天伦之乐 便是人生的圆满 但是,如果年轻的时候,不懂得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随便挥霍自己的身体 熬夜,不按时吃饭,总是透支自己的身体 那么老了,就会容易出现各种毛病 人到晚年,如果身体健康 那么自己还能照顾好自己 也能够随时都可以出去玩 爬山,旅游,到处都可以去 将会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若是身体不好,不仅要别人照顾 而是自己整天卧病在床,是非常难受的 退休之后,每天好好锻炼身体 别太懒,好好吃饭,养成生活习惯 善待自己,才能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身体健康,便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希望你能好好守护 第三章底牌 心态不好,会是老年人最大的难 心态好,便是最好的养生方法 也是人到晚年之后,活出幸福的秘诀 人退休之后,或许生活轨迹一下发生了转变 而自己一时接受不了 因为退休之后,没有了工作,就闲下来了 很多人退休后,刚开始都是无法适应的 觉得自己闲下来了,就没有事情做 浑身不自在 心态没有摆正过来,就会出现奇怪的脾气 只会伤害自己的家人 其实人退休了,是一件好事 你应该感到高兴 因为退休之后,又是一个新的人生理 所以,拥有好心态的人,就会觉得自己终于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何乐而不为呢? 人退休之后,保持一个好心态 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生活 看淡一切,看开所有 真正的人生,其实是从退休之后开始的 希望你能够好好抓住往后余生 活出自我,活出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心态是最好的底牌 守住好心态 你的人生就赢了 总之,人老了 退休之后,保持好心情 重视自己的养生 锻炼好身体 守住自己的养老前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 才足够的质量 我们不要求别人来养自己 我们也不指望能够依靠别人 我们就做好自己 守住自己这三张底牌 因为谁都不是你永远的避风港 唯有靠自己 才是最有安全感的 退休之后 有钱 没病 身体好 心情好 你的老年生活 一定不会差 零妖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是奇妙的 也是美好的 但不是所有的相遇 都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有些人还没跟你好好说再见 就已经不再联系了 有些人相爱一场 却弄得撕心裂肺 最终没能和解 分开也不体面 有些人相互爱得很深 也成为了彼此默契的人 其实在感情里 默契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因为没有爱的火花和动力 而和平分手 成为了朋友 人与人之间 能否走到最后 成为夫妻 牵手一辈子 其实都是看缘分 真正有缘的两个人 就算中间出现勾勾坎坎 还是会跨过去的 兜兜转转 还会在一起 而缘分浅的人 相遇一程 最终会分开 感情中的两个人 若无缘做夫妻 那就这样吧 02 分开潇洒 互不纠缠 两个人或许曾经也很相爱 但是爱情始终无法保证 哪一天就不会变质 也许问题出现在自己身上 也许是出现在对方身上 因为某些事情的发生 导致两个人无法在一起了 那么就潇洒分开 不要纠缠 从此一别两宽 各自安好 结束一段感情之后 就不要放不下 你应该期待未来 然后好好爱自己 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要再纠结过去 过去的人和事 就选择性忘记吧 人始终要向前看的 别太伤心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至于一段感情带给自己的伤害 要么就交给时间 要么就开始心欢 人生拿得起 放得下 做不成夫妻 分开之后 那就不必怀念了 还是自己的生活 最重要 人生要活得清醒一点 敢爱敢爱 活得潇洒 03 懂得拒绝 及时止损 因为缘分的安排 让两个人相遇在一起 有些人容易被爱情迷惑了双眼 而看不清 对方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在感情被欺骗 还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完全失去了自我 从而陷入了爱情之中 面对一些品行不好的人 就算是你在喜欢 也要学会拒绝 懂得及时止损 一个人可以欺骗你 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你 可以一点都不顾及 你的感受 总是打击你 这样的人 不值得你爱 即使对方跟你分手之后 又回头找你复合 说自己错了 你要知道 骨子里坏的人 你永远是改变不了的 而没有让你们成为夫妻 或许是一件姓氏 你应该庆幸自己 还没跟他结婚 不然吃亏还是自己 一段感情 一个人 值不值得你去爱 一定要擦亮眼睛 宁愿离开一个错的人 也不要让自己错付人 而变得不幸 零四 无缘做夫妻 那就保持距离 或许你心里深深爱着一个人 但是阴差阳错 没有让你跟他走到一起 看着对方已经结婚生子 有了新的生活了 那么你再不舍 也要保持距离了 人这一生 不仅仅只有爱情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爱而不得的人 那就学会放手 保持距离 不要越界 不要让别人误会 甚至不要再有复合的想法 而介入别人的家庭 有些人注定不是你的 始终都做不成夫妻 唯有看透这一点 学会放手吧 不再联系 才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短时间放不下 想不通 那就让自己出去散散心吧 或许让自己忙碌起来 不要再去想那个人 不要再被情情爱爱所困住心 爱情如果不如意 那就好好拼事业的 毕竟 人有钱 经济独立 无论如何 都会让自己活得很好 即使不需要别人养自己 也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幸福的 05 人的想法一定要看得开 只是没有跟那个人做成夫妻而已 又不代表你以后结不了婚了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人始终要对自己有信心 做不成夫妻的人 只是人生的一个过客而已 我们也不必再在意 不必耿耿于怀 懂得放下 学会释怀 好好爱自己 继续前行 相信在人生路上 你一定会遇到真正属于你的幸福 人这辈子 相信缘分 也释怀缘分 缘来缘去 随缘就好 真正爱你的人 可能会迟到 但是不会缺席 没关系 我们再等一等 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变得更成熟 更出色 更豁达 你会发现 所有过往 皆为序章 所有将来 皆可期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